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师父 嗯 我是1976年属龙的 我想问我身体有没有灵性 76年属龙的是吧 对 有没有灵性 嗯 有啊 你过去有过自闭症 就是有点忧郁症的 看到什么事情都很怕 就是 不敢去做 有时候这样 啊有时候还哭自己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啊 结婚了两个女儿 我看看你家里有没有灵性啊 嗯 你的灵性主要在家里来的 听得懂吗 我的家里啊 有灵性 经常有声音啊 晚上有声音啊 晚上有声音的 啊 你要把家里这个灵性念掉 36张小房子 36张 好吗 好的 其他没什么 你这个小孩子就是 以后晚上 晚上不要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的小孩子 你啊 我啊 你经常看电视啊 电视联系剧啊 很苦的 对对对 这些里面都有人进去了 所以你自己会心很慌 胆子很小啊 不要去看了 好好念经吧 听得懂吗 自己记住了 记住台场话了 你的眼睛也不好啊 听得懂吗 最近不怎么好 经常流眼泪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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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师傅我还想问 我以前有流产过的孩子 讲啊 师傅我有流产过的孩子 什么 流产过的孩子 师傅我已经敲肚了呢 流产过的孩子还 你没念经 他当然在了 那我要念多少 在你腰上 你的腰很不好 我的腰经常痛 还有我的肚子 有时候长肿 他是两个小腿 夹住你的肚子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抱住你的腰 夹住你的肚子 所以你的肚子 跟腰都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年轻时候 你很漂亮了 现在反过来 变凉票了 那我要念多少 床小房子 给我的 多胎的孩子呢 小房子给孩子们 就每人给他 每个你给家里 小房子念呀 刚刚就讲过了 好吧 其他没什么 小孩子给他们 最好每天 每人念一张 好吧 你两个孩子 稍微有一点点怪 有一个特别怪 讨债的 对 小的比较怪 讨债的 特别火 皮呀 皮得不得了 对 小的比较怪 看见不了 好了 好的 谢谢 好好念经 还有师父 我想问我 家里的佛台怎么样 家里佛台啊 对 再往左移一点 再往左一点 再往左一点 现在你靠着窗户嘛 对 再往左面移一点点就好了 你家这个佛台位置不是太好 不是太大 明白吗 明白 但是菩萨还是来过的 有来过 嗯 你们家里就是 还不错 地板 蛮好 还算好 好了 谢谢 谢谢师父 谢谢独太长师父 感恩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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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